什麼事? 內華達州要讓寵物合法呼嗎? 全美各大寵物現在應該忙著打包 準備往美國內華達州前景 因為內華達州有議員在週二提出 如果獸醫說OK 主人就可以幫寵物買大麻的法案 部分純開立大麻藥品給生病 和垂圍的寵物獸醫表示 大麻確實能減緩他們的症狀 雖然大麻還未被證實 能當作動物的止痛藥 這項停案人處初步階段 但卻面臨許多爭議 何時能夠合法上路 還是個未知數 很多人顧慮安全問題 也擔心大麻對動物的副作用 寵物是人類的好麻吉 在上寵物天堂時 應該有權享受人類的另外一個好 麻吉吧